爷不必紧张 一切交给奴家 为什么总有绝美女妖想要吸她精血 为什么总于魅惑女鬼求她一度春宵 即使她厄运加深只有开后宫才能续命 那她也是个有追求的色批 此时绿衣女妖暴露身份后开始了和辟邪司的厮杀 温东 设法让此妖献行 温东心知这女妖连魔童都能抵抗 绝对是个棘手的角色 即便她能制作符咒来破她换手 那也需要一炷香的时间 红袍女官让老行和花生去照看小福 她来对付女妖 尽量为温东争取一炷香的时间 老行和花生领命后便向受伤的小福奔去 他们呼唤着小福希望她保持意识不要昏迷 而就在她俩焦急奔跑之时 两道绿色的光点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随即女妖的身影幻化而出 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老行和花生同时向身后一撇 只听呛呛两声 两人的配刀双双出鞘 心电电钻之间两人同时转身向后高高跃起 同时两人配刀交错一线以后向女妖斩去 早料到你会趁机偷袭 当我们是生挂蛋子吗 老子这些年可不是 什么 糟了 此药不仅会隐身 还会制造幻境 不能看她的眼睛 当老行和花生的双眼与绿鹰一腰对视时 他们同时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花生的瞳孔瞬间放大 现在想这些不好吧 在她的眼前 一个娇软的狐狸小罗莉正提着短裙向她跑来 而另一边的老行更是心如肋骨般的悸动 在她的面前 一个健硕的汉子正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她 那锦尸的肌肉 是心动的感觉啊 老行和花生双双沦陷了 那俩人怎么突然呆住了 还一脸淫荡的样子啊 糟了 女妖又攻过来了 快躲开啊 只见一道诡异的光芒中 女妖幻化出身体 她一个力爪向老行和花生抓去 红袍女官见此飞扑而来 随后她一记飞鞭抽了过去 可下一刻 女妖居然直接被她的飞鞭劈成了两半 红袍女官心中一惊 她太大意了 居然中了女妖的调虎离山之计 女妖的真正目标是 正在制作符咒的温冬 此时在另一边 温冬的最后一笔刚刚落下 画好的符咒她还没来得及用 她就看到了 树道绿色妖气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妖气直接爆燃将温冬击飞 而那张符咒则在爆炸中被气流卷飞 看到这一幕的红袍女官心中剧透 她愤怒地挥边向女妖攻去 却只打碎了妖妖的幻影 妖妖突然在红袍女官的身后 幻化出身形 别急呀 下一个就是你 我们来关注的证明 在接着连续 8011 2011 2011 20 2011